吃一斤火腿通,咬一口汗底多士,再喝上一口香滑濃的奶茶,可以說是最港式的早上 而今集的主角,就是香港特色的代表,奶茶 講起奶茶,就要由殖民地時代講起 當時英國人將下午茶文化帶來香港 每日三點後,他們就會慢慢吃蛋糕,再配上一杯英式奶茶 而一班香港人見到這樣,也有樣學樣感享受下午茶 但因為英國人用的是大吉嶺紅茶,價錢比較貴 所以香港人自己將便宜價的紅茶混合,煮多幾次,令茶味更濃 到了二戰後,中國內戰爆發,香港人口急增 政府為了增加飲食和就業需求,就發放了大量的大排檔牌照 這些排檔也用奶茶做招來,為當時的勞動階層 帶來麥美嘉念的提神飲品 直到今天,奶茶一早成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份 但現在在茶餐廳,找到一杯好喝的奶茶也不容易 所以現在市面上出現了不少的章仔奶茶 讓香港人隨時隨地都可以喝到正宗的港式味道 但一瓶隨時都要二三十元的章仔奶茶 究竟可不可以給得上茶餐廳的即充奶茶呢? 今集香港製造,就要來一個奶茶大比拼 看看章仔奶茶會不會贏到老字號的出品 好,同時請你試一個奶茶 港式奶茶,很久沒喝過 嘗嘗嘗 都挺甜 是不是沒有那些小甜的? 我叫了小甜的 小甜了? 嗯 我已經選到我心目中哪個喜歡多一點了 我覺得很明顯 我覺得 是呀 我是喜歡這杯多一點 看顏色呢 其實顏色差不是差很遠的 我覺得反而是 我沒有那麼喜歡那個就深色一點 我不知道是不是它的茶底比較濃 但是喝下去很明顯 這一杯茶味濃很多 然後這個呢 喝下去是明顯稀一點的 我覺得有點像 是不是冠妝那種奶茶味 有一點像混多了水那種感覺 那這個就 很濃的茶味之餘 還有一些奶香味 所以我是很明顯喜歡這個多一點 而且我覺得這個是 濃厚一點的質感 看來這位同事比較喜歡濃厚的口感 一起看看下一位同事又會喜歡哪一款 多一點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有手邊這一杯 因為這一杯我感覺上它的甜味比較 比較沒有那麼甜 還有比較清 比較容易入口 因為這一杯我感覺上 它入口是濃郁一點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一些清爽一點的口感 老智浩果然有它的魅力 追上一票 看完最後這位同事又會怎樣選 先喝這杯 沒有什麼特別 它的茶是濃的 我覺得它是 但是如果這個奶的比例 我就覺得它偏少 但是我覺得 所以跟普通市面喝到的奶茶 是差不多的 又先拿一下韓龍 要像藝人那樣 遮住那個標誌 好 現在我再試試第二杯 看看 聞起來也有茶香 同先後的杯 但是喝下去才知道 因為我挺喜歡它這個質地 因為它喝下去有絲滑的感覺 而且它吸進去 它慢慢的茶味會滲入口 但是你一喝下去就會有一點甜 但是我又覺得它 茶味會慢慢滲出來 我覺得是不錯的 相反來說 另外A這杯 茶的後味道 沒有那麼長 很長的 這杯我也挺喜歡的 讓我多喝幾口 這瓶仔奶茶真的有點失禮 連入瓶都可以保持到奶茶的香滑龍 看來真的對得住 師傅好茶這個名字 師傅好茶在2020年底創立 其實我們那個牌子 為什麼叫師傅好茶呢 其實就是本身 我們一班人都是跟奶茶王和奶茶的 而我們都專稱它為師傅 所以師傅就是順理成章 變成了我們品牌其中一部分 而好茶就是我們其實有一個地點 就是把好的品質的茶去帶給大家 所以就把好茶放進去 就變成了師傅好茶 而這個目標背後 最重要的當然是獨媒的茶方 但是如果你說一杯茶 怎樣為之好的茶的話 其實最主要都是靠經驗 還有靠一個穩定性去做這件事 還有其實茶方都很重要 其實一個茶的茶方港式奶茶的話 基本上大致上就要有粗幼茶 三種茶的分別 因為幼茶就會給味道 如果粗茶其實是給顏色和香味 而中粗就會把兩件事連結在一起 所以其實就是每個師傅有自己不同的配方 但是就看看哪個配方 和它的溫度、時間、手勢去極致發揮出來 而問到Gina覺得自己出品的奶茶 哪一款是她最喜歡的時候 她就很老實地回答 其實熱奶茶當然最好喝 不過因為我們品牌的宗旨 就是你去到哪裏何是何地 都可以喝到好的奶茶 所以其實做一個mass production的時候 它有少少質量是會犧牲的 不過我們做到的一件事 就是每支奶茶都是一樣的味 就算你每一次喝的時候都是一樣的味 所以其實客人的期望就是 你第一次喝的時候 你第二、第三次、第四次都喝回一樣的味道 他們自然就會回頭和開心 除了想大家隨時隨地喝到港式奶茶風味外 Gina也會拖著行李箱去到不同的機構 開班教奶茶 宣揚港式奶茶的文化 煲茶其實有大致上分六個步驟 一拌、二焗、三狀、四回溫、五吊茶、六、落糖、落奶 拌茶已經一早已經拌了 其實我們已經是焗茶正在焗的部分 因為剛才就下了茶葉 然後就下水 然後其實就等它煲一煮 但我現在都要打開來看看它那個茶水反應是怎樣 其實最好就是那些水完全覆蓋了那些茶粉 而且它其實裡面就不是結成一個波 這樣就為之好的 因為其實做茶也是講一個味道的碎取 所以其實跟咖啡的原理很相似 就是你有沒有充分去碎取一些好的味道 以及不會過分碎取一些不好的味道 通常其實那個茶大致上要煲五至十分鐘左右 但是就看看你那個茶底 有多少幼茶、有多少粗茶去定 因為坊間有快茶、慢茶等的東西 就視乎不同餐廳的需要和不同師傅的尋覽 我現在其實就要蓋起來 因為其實它應該是蓋著你焗的味道出來的 即是讓它開味太久 是的 因為其實所有你打開蓋或者撞茶的過程 其實都是溫度的流失 然後我就會做一樣這樣的事情 然後這個動作就叫做釣茶 為什麼我叫它做釣茶呢 其實釣茶其實是會打開蓋來釣的 為什麼有這樣的動作呢 就是譬如茶餐廳 你一壺的茶可以煲到十四至十六杯的奶茶 你不會當時一次過有十六個客人來都是叫熱奶茶 所以其實它就要保持溫度 但是也不想它過份摧取那些茶味 因為如果過份摧取它就會開始摧取一些不好的味道 例如苦那些味道 或者粗口那些味道 所以就有調茶的動作 坊間結不少的奶茶店都會有拉茶這個Boselle 其實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對我來說 拉高其實是一個performance 如果你要很 practical 其實連茶袋都可以不拿得起 就這樣做也行 很香 它現在你可以記一下它現在浸味 它和它之後浸味是不一樣的 因為現在浸味會有些草青一點的味道 看完Gina示範怎樣中奶茶 那其實怎樣才維持一杯優質的奶茶呢 我們其實有四個步驟去品嘗一杯好的茶 我們叫做妄搖紋品 這四個步驟是怎樣呢 首先是妄搖 你妄搖那杯茶的時候 那杯茶是需要呈現一個金黃色的狀態 而且它是一個面頭是光滑的 而且是有亮身的 那才是維持一杯好的茶 那這個是顏色的標準 搖 類似是大家喝紅酒的時候 你會搖一搖一搖那杯 看看它的紅酒會不會有掛杯 那奶茶一樣的 那它如果一搖的時候 看到你有一個好像掛杯那樣的一個圈 其實就為之那杯茶是夠厚的 那就是說你喝下去不會水流流或者削身的 那就是一個口感的加成了 那就是要聞說 那在聞說的時候 首先你會嗅到你會有很香的茶味 那第二就是 因為這個也是關乎一個 很獨特的講式奶茶文化 那因為港式的奶茶是需要熬出來的 而熬的時候 其實你是會有一個process 是去除一個茶葉的青味 那而靠熬的過程 其實你去除了這個青味 那如果這個草青味又在這裏的話 其實就代表你的那個茶就不夠火候了 品就是最後去喝這東西 就是考你的口感、味道 去判斷這個茶究竟是否適香味俱全 除了手勢和穩度要擺好之外 沖茶的茶袋也很重要 這個袋其實就是我們沖茶的茶袋 你看到其實很大 基本上就是茶餐廳師傅用的茶袋的放大版 它裡面用的布 其實我們都是故意去深水埗 逐個布行選擇 因為它的茶葉再加水 其實它的成重量都很重 所以如果是用一些比較薄的布料 它很容易會穿 所以我們是故意去做一個適用的材質 去做這件事 對我來說其實密度不可以太密 亦都不可以太疏 太疏它所有茶粉就會在那些洞裡漏出來 所以就會影響茶的口感會很粗 但是太密的話其實就會影響那些茶粉的味道碎取 那些茶的味道就會出不來 或者顏色都出不來 所以其實是要適中的 不要替它現在說起奶茶頭頭試到這樣 但是其實它以前做的工作 和產飲業一點關係都沒有 其實本身為何開始做奶茶這件事 都關乎我自己有少少背景 我其實之前不是做飲食業的 我之前有做過新聞 亦都有做過投資銀行 其實看起來的背景好像很不同 但是因為之前做銀行的時候 就發覺做文職的工作 其實不是很適合我自己 所以其實我個人很喜歡有挑戰性 亦都很喜歡學習 所以其實就想轉換一個工作環境 而且趁年輕的時候 就找一下自己的方向是怎樣 那時就2019年就退休了自己的工作 那時就摸索究竟自己喜歡做些甚麼 或者是想做些甚麼 那時其實都有和家人聊過 而我記起小時候經常都會跟我爸爸去茶餐廳喝奶茶 那個記憶是很深的 因為那時我很小時候 爸爸就喝奶茶 但我自己通常喝好納盒而已 我經常都很好奇說 那杯東西到底是甚麼來的 很小時候爸爸就會給我一兩口喝 我已經印象很深刻 我覺得這杯東西真的很獨特 創立四年的品牌已經經歷了三年的疫情重創 但它依然都堅持在香港製造 為甚麼還堅持在香港製造 因為奶茶就是香港的東西 香港的奶茶港式奶茶文化這個手藝 就是在2017年 跌入了一個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就是這樣這麼獨特的東西 你沒理由交給別人做 所以其實這個味道是最原始的就是在香港 而每個遊客來到香港 第一件事接觸 可能都是奶茶文化 可能去茶餐廳 其實這個原因就是令我堅持 為甚麼大部分的東西 都是維持在香港去做 因為唯獨是香港人才知道 甚麼味道是對的 為了理想放棄了穩定的高薪後積 他就表示自己這四年從來都沒有後悔過 其實你說後悔呢 就真的沒有後悔過 說真的 自己才知道甚麼適合自己 但是你說 有沒有想過回去做銀行 或者回去做其他行業 是真的有的 因為每一天起床 其實你帶著一個重擔 那個重擔就是 今天又怎樣呢 我應該做些甚麼 令到生意好些呢 現在的市場這樣 我又可以怎樣呢 然後就 每天就是很壓抑 不停說 不如再出一個帖 不如跟客人聊天 不如聊一下這裡做圖Lab 是很需要一個人 去不停 要自己有機動力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都要 跟拍檔聊天 或者是跟其他品牌去聊天 去平衡自己的心理 而且我要很明白自己在做甚麼 所以其實我現在明白自己在做甚麼 你說賺不賺錢呢 說真的真的不太賺錢 要不要養得起自己呢 都勉強養得起自己下 不過就是整個Journey 你學的東西 你人生得到的東西 一定多於 只是錢可以給你的東西 現在做得到 現在做得香港品牌 全部都要好有信念才做得到 所以其實 很多人都說 現在還在香港做生意的 可能都真是傻的 是的 真的是傻的 但就是要一班傻人 才會堅持到 有些這樣的產品 這麼好質素的東西 讓大家可以選擇 這班新興的香港品牌 亦都想憑著這份傻經 可以製造到屬於香港人的經濟圈 其實我自己的品牌 我很堅持一件事 其實我們很多collaborations 都是跟香港的單位去做的 甚至乎我們的瓶 設計 其實都是找一些本地設計師去做的 甚至乎 譬如我現在系列的酒 都是找一個本地設計師去寫字 去畫圖 譬如我們用的廠房也好 或者是人也好 其實譬如我們都會邀請一些 商財人士去幫忙入津 或者現在的廠房都在香港 還有運輸 所有其他東西 盡量都用回香港 想製造一個生態圈 是一個在香港的經濟生態圈 大家都是香港人幫助自己香港人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